茄子新做法,给肉都不换 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好吃的纯素九转茄子 非常的简单又美味,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根长茄洗干净以后,我们把头尾去掉 然后用削皮刀或者切片器把茄子切成薄片 这是上次在香港展会买的纯素吞南鱼罐头 里面的素吞南鱼还是比较大颗 我们把它放入碗中,加入一勺淀粉,稍微搅拌一下 增加一点粘性,也把它弄得更细腻一点 然后把调好的素吞南鱼均匀的铺在茄子上面 只需要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然后沿着边慢慢的把茄子卷起来 尽量把它压紧实一点 这样它在后面就不会散掉 卷好以后,我们再用牙签固定一下 然后准备一点生粉,把茄子放进来 均匀的裹上薄薄一层生粉 五层油温放入筷子冒泡 就可以把茄子放进来炸 炒到像这样,茄子表面变成金黄 就可以捞出来 先放在一旁备用 拿小碗调一个料汁 一勺生抽,一勺素蚝油,一勺生粉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搅拌均匀,调成酱汁 把调好的酱汁放入锅中加热 趁这个时候把固定的牙签拆掉 锅中酱汁收到浓稠冒泡 把我们的茄子放进来,搅拌均匀 让茄子表面裹满酱汁 然后就可以关火再撒上适量的白芝麻 就这样美味的纯素九转茄子就做好了 茄子表面挂满了酱汁 味道非常的浓郁 一口咬开非常的鲜嫩 好了,本次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